这是之前会看的情形 主要是因为八连路是这一带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 只是道路与侧边的路面落差大 最多高低差超过30公分 在汇车时难免危险 不过再来到同一个地方 整体路面已经改善 原本的落差已经调整完成 里长很开心 因为在八连路一段270号的这一带 因为路本来就不宽 车祸意外频传 可以说是八连里的痛 这一段路是我们八连里的痛 早期在这里发生车祸很多 伤亡很多 经过我们去向廖先祥事业人争取 请他来帮忙 那很快他就找市府的人员来做会堪 那会堪了以后很快就决定了 就先把我们里面的管线 先把它做降低保固 然后再进行刨除降低路面 但因为这条路是早年开出来的继承道路 所以说如果说道路要做拓宽的话 必须要有土地所有权的同意 但是过去一直来都没有办法取得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拓宽 那后来大家集市广益之后 大家就想说过去这个道路 跟这个下方的旁边 高低落差大概有一串 三十五分 那也变成说没办法汇车的时候 我们轿车轮胎也没有办法压下来 那我们后来就想说 既然没有办法拓宽的话 那我们就把道路的高层降低 在找了相关单位会堪置后 新北市政府也针对这一段进行 落差调整及路面重铺工程 现在完成了新北市原料先祥 也特地到现场关心 因为之前路面的落差大 在汇车时 车子一往旁边靠 就容易卡到底盘 行车不安全 现在完成了路面好平 原本的路面落差 三十公分以上 所以说很多轿车都不敢往下靠压 造成在这边出车祸很多 现在的话改善好了以后 很多乡民都跟我讲 真的是太好了 透过一些管线单位 大家一起通力协助之后 管线也一并降低 然后我们路面高层跑掉之后 也把高路降低 变得跟旁边两旁的 私人土地的高度差不多的时候 那这样子如果说真的要汇车的时候 或者是真的紧急要闪避的时候 其实车子开过来 那都不会造成危险 那现在工程已经完工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路面的旁边的高低差 也大概剩不到十公分了 那是一个已经变得 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道路条件 八连路一段薄油路面 与路侧的高低落差改善完成 并且进行了薄油路面的跑出重铺 行车更安全 再从慧林细子采访报道